那我的高血糖就是用這種方式來處理 就是不要讓血糖高的時間太久 發現的時候趕快把它壓下來 你好我是順子 今天來做陶山一日單工 我是4點半從武林農場出發 一直走走走走 走到陶山頂的時候是9點50分 所以花了將近5個小時的時間 那一路上就走走停停了 其實拍拍照嘛 那山上的風景蠻漂亮的 然後因為我是第一型逃尿病 所以我今天4點多起床的時候 我就打了一個基礎一桶樹 那因為我知道這個上山非常耗體力 所以我到目前都還沒有打樹孝一桶樹 那早餐起來之後呢 先吃一根香蕉然後一瓶豆漿 然後就出發了 那沿途上的補給有吃那個鹽糖 然後喝運動飲料 然後喝水嘛 水我背了1800應該說2400CC 然後運動飲料600CC的一瓶 那巧克力帶了三條 鹽糖一包 我沿途測大概都160幾左右 沒有低血糖 因為我知道我這個醫療樹 樹孝一打下去呢 在爬這種山路一定低血糖 那也事實上證明了 這種這麼耗體力的爬山活動 真的要很小心 然後我來帶一顆桃籽 在那個桃山山頂上面拍照 然後還有一個玉飯糰 一個麵包 那這個就是我沿途 我現在在下山 沿途我慢慢把它吃掉 因為台灣的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 有260幾座 非常的多 那有些高山也非常的容易走 非常的友善 也很親民 那今天走這個桃山算是比較硬的 因為它比較陡 而且不是那麼的平 所以如果要走這種山路的話 要做點功課 你的體能 要做訓練 不管是肺活量還是你的肌力 然後這個時間的規劃 路程的規劃 還有你帶的裝備 食物 衣服 這些都要規劃 都要做點準備 高山上的景色呢 是非常不同於平面的 平地的 非常的漂亮 你看那個藍天 然後雲海 整個高山的景色 這個就是吸引人的地方 然後呢 如果對身體狀況不是很清楚的話 會有點擔心的話 最好在行前跟醫生討論一下 看一下你的藥物啊 這些 你的體能這些 大概了解一下你的狀況 給你一點參考這樣 然後有時候天氣 像現在是11點多嘛 其實山上都已經快變天了 所以我們就趕快下去 那我知道這邊 夏季的山區很容易午後雷震雨 所以我的計劃就是早點上來 早點上山 那拍個照呢 那一下吃個東西就下山 盡量大概在可能2點以前 就回到武林農場 避開那個無厚雷震雨的時間 那如果真的會下雨的話 你的雨衣啊 這些防水裝備都還是要帶著 準備好 這邊休息一下 然後順便測一下血糖 結果發現剛剛的血糖是271 這個就太高了 所以我就休息一下 然後趕快拿胰島素出來 再補打一次 因為這個就太高了 271就太高了 這個可能是跟我剛剛吃那個 水蜜糖還有育飯糰 那因為他們的碳水都比較高 那我的這個下坡的活動量 不足以去cover掉他們的生糖 所以這邊再補打一次 塑膠胰島素 那我的高血糖就是用這種方式來處理 就是不要讓血糖高的時間太久 發現的時候趕快把它壓下來 那這個胰島素的劑量就 塑膠胰島素的劑量就不要打太多 我是比較保守在打 因為我也不希望說 要把那個高血糖壓下來 結果反而又造成低血糖 所以那個量 自己要稍微斟酌一下 不要打太多 因為這個下坡下去 還有三公里多 預計還要再走三個小時多左右 一小時走一公里的速度 前面那個就是我今天早上去走的桃山 桃山長這樣子 是有像桃子啦 是有像桃子啦